各位觀眾大家好 黎智英案今天已經是第30日的審訊 繼續由本案認罪被告蘋果前副社長陳佩敏作供 蘋果日報特別設立網上平台抹黑新疆的情況 控方在庭上展示2020年5月的群組對話 張智偉向黎智英和其他管理層表示 蘋果日報成立《酬勞之疆專題調查網頁》 集中報導新疆情況 並且用被注射不明藥物斷水斷糧 電擊藥打等字眼形容少數民族面對的處境 陳佩敏表示 這個專題主要講述懲教少數民族的設施情況 相關的內容也有在紙本上刊登 黎智英下令趁疫情要掀起反中情緒 蘋果日報的高層急急制定工作流程 控方展示蘋果日報英文版群組2020年5月的對話 陳佩敏揭露黎智英對蘋果日報英文版下達指令 包括英文版應該著重大陸新聞專題 在疫情肯虐後掀起的反中情緒 都是美國人最需要看的 羅偉光在黎智英發出指示後半小時 在群組內發出英文版工作流程 清楚列明英文版選用新聞的原則 需要著重報導中國維權的新聞 內地可能損害香港經濟金融操作的消息 例如香港的公司染紅 評購香港公司等等 以配合黎智英的要求 斥撐國安法人士為買國賊 黎智英向美國提供建議制裁名單 控方披露當宣布定立國安法時 陳佩敏將消息轉發黎智英 黎智英隨即要求陳佩敏每日找新聞頁話給他 給黎智英發布在他自己的Twitter 陳佩敏在2020年5月份 向黎智英傳送一張港區人大和政協發聲明 支持定立國安法的照片 陳佩敏向黎智英提議 他們會在名單上嗎? 賣國賊制裁名單? 第三 黎智英立即認同指 好建議 幾分鐘之後 黎智英向陳佩敏表示已經發布那張照片 以及寫了 美國政府是否應該將這些人列入制裁名單 在他個人的Twitter 就黎智英Twitter的內容 陳佩敏解釋他自己並沒有參與 只是應黎智英的要求 提供新聞列話的建議 漠視蘋果日報高層和外界的反對 黎智英執意發起一人一信 速特朗普阻撓國安法 控方就蘋果日報在2020年5月24日 在頭版刊登一人一信行動 向陳佩敏進行提問 陳佩敏指該行動傳屬黎智英的個人決定 陳佩敏指出黎智英的想法 是希望直接呼籲讀者 以一人一封實體信的形式 寄給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促請他關注香港港版國安法立法的情況 並且要求特朗普採取行動阻止立法 當時黎智英十分堅決 無視一切反對的聲音 黎智英堅稱 隨此意外別無他法對付中央 雖然李柱銘都不認同他的做法 最終蘋果日報再分別在5月25日和5月27日 在日報內葉刊登一人一信行動的廣告 黎智英指示蘋果日報要為外國反華政要服務 全力配合抨擊中國 控方展示在2020年6月的WhatsApp對話 黎智英向陳佩銘表示 事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希望《蘋果日報》報道有關 美國國務院頒發國際婦女勇氣獎 於天安門母親的消息 又要求陳佩銘考慮引述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呼籲全球聯手 對抗中國的言論 陳佩銘依照黎智英的指示 刊登提為蓬佩奧與抗爭者並肩 及天安門母親獲美國國際婦女勇氣獎的文章 文中亦提及盧比奧呼籲國際要聯手對抗中國的威脅 網民揭露黎智英軍師 馮希乾真身已經撇下主旨著草 昨天在庭上披露《蘋果日報》專欄作教 馮希乾提議《蘋果日報》推出英文版打國際線 究竟這個馮希乾是什麼? 有網民在網上揭露了馮希乾的真身 馮希乾真名是馮慶龍 而馮希乾是他的筆名 曾經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修筆哲學部的學士課程 網民更發現2007至2008年畢業照裏 真是有馮慶龍即馮希乾 至於馮希乾為何要撇開自己的真實身份馮慶龍呢? 相信大家心中已經有答案 除了一直以Facebook專頁 馮希乾13圍道讚文抹黑中國及香港 更加一直在蘋果、大紀元、寧閣等反中亂港的媒體裏讚文 如其中一篇 拒絕喝這杯抹藥酒 法官根據法例對黎智英判刑 就遭到馮希乾批評抹黑 另一篇在囚人士可以反對嗎? 將23條和其他國家的法例混淆23條諮詢文件 大量參考不同國家的國家安全法例 並不是照抄的 當中細節以香港的實際情況優先 但馮希乾就斷章取義地抹黑23條立法 果然與黎智英一憂之樂 該網民更加指馮希乾在國安法生效後 已經是潛逃可愛 可見他自知新有事 便撇低他老闆黎智英遠走高飛 在今天的審訊中 我們可以看到陳佩銘 真是大難臨頭葛自飛 總之 所有事都是黎智英所指使的 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明天會有黎智英案的審訊訊程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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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